我刚下直播 在直播间里大家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PS5 Pro有没有是不是真的 另外还有很多同学看现在PS5便宜了 想买日版港版 问我合不合适 在这让我统一说一下 现在2024年9月份这个月 不要买任何的PS5 全新的二手的都不建议 日版国行港版都不建议买 先忍这一个月 一定要忍住忍过这一个月再买 因为跟PS5 Pro有关系 PS5 Pro有没有在这个月 有两个时间点会水落石出 一个是9月10号左右 马上就要到了 另外一个是TGS东京电玩展 是这个月的下旬 如果有PS5 Pro 索尼官方会在这两个时间点发布 如果9月10号左右没有公布 那就等9月下旬 如果9月下旬还没有公布 那这一波就过去了 那个空哥爆料的信息就是假的了 在前几天因为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 让PS5的价格从2800炒到了4300 现在已经开始回落了 港版我看到价格是3700 全新的光区日版是34500吧 国行也是3300 各位不要认为现在便宜了就可以入了 假如说你是专门为了黑神话 要买PS5也不建议 具体为什么不建议 之前视频也说过 如果你专门为了PS5而买PS5 那也先等等 毕竟人家都发布4年了 你都没买 就不要急这一个月了 都不到一个月了 还有20多天 PS5的价格不管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 这个月是波动的 假如说PS5 Pro公布了 PS5可能会降价 涨价我估计都是暂时的 如果PS5 Pro没有公布 那PS5涨价也是短暂的 它应该会回到正常的价格 那什么是正常的价格呢 针对这个已经发布了四年的老机器 国行光区或者日版光区2800 才是它正常的价格 港版要贵四五百块钱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最后再重复一下 这个月不要买任何形式 任何版本的PS5 一定要忍过这个月 这是我给各位的建议